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一个库代科电能块的评测视频发出来以后 很多网友都是让我尽快的把它做拆解 因为我前面有几个充电器的视频排着队在拆 就一直拖到现在 这一个能量块的充电宝 根据大家的反馈 里面的变化的话应该不是很大的 电芯的话看颜色应该是改了 然后里面的元器件改没改 我们不知道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库代科 30瓦的电能块充电宝 探索板的 什么叫探索板 外观做成半透明的状态 我们可以一一跃的看到里面的元器件 这就是探索板 大家看一下外壳的安扣 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 充电宝拆解有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啊 这个壳子只要一拆的话 基本上就敲报废了 这些卡扣全部会敲断掉 敲开这上下各4个卡扣 然后就可以拿出里面的板子 电芯变成了绿颜色的 是什么品牌的话 我们要把它拿出来才看得到 这就是它的主板 两颗电芯通过裂片进行点焊连接 电芯和电芯之间有白色的散热硅胶 然后这里有一个NTC热敏电阻 我们把电阻把它挑下来 胶还没干啊 我们拿到的这是非常新鲜的货啊 把这个裂片剪掉 我们把主板和电芯给它分开 直接用剪刀从这里把它剪掉 主板是扣在这个支架上面 我们把这个扣子把它搬开 就可以拿出这个主板 这里还有一块散热的硅脂贴 加厚的 底部还贴了一层死墨烯的散热贴纸 电芯被固定在这个白色的支架上面 取下这个电芯 电芯底部也是打了白色的硅胶 粘在这个白色的电芯支架上面 去掉这些白色的胶 我们就可以看到电芯上面的丝印 这个探索版的电芯筷拆解开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 改动的地方不是很多 但是小改动也说明工程师努力的改进产品了 这一排电量指示的LED灯 多了这个防止灯光溢色的塑料条 为了就是电量显示准确一点 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电路情况吧 咱们不偷懒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的 首先就是这两颗21700的电芯厂家变了 这一次是来自成立于1997年 国内首家锂离子电池研发与制造的企业 天津力神电池 这个品牌应该是国内最好的电芯品牌吧 毕竟力神也是苹果 LG 三星 戴尔等等大厂的供货商 这个电芯从我们前面测试的视频来看 它的电量的耐用度确实是比标准版要好很多 同样是单颗5000毫安的 两颗加起来就是1万毫安 这个支架就是固定电芯的一个白色的支架 这一颗锂电池保护芯片 标准版用的是创新V的1020H的芯片 这一颗试音型号则是402NB1厂家未知 也不排除它是库台壳定制的 我查了三天 就是为了这一颗芯片没有查到 一颗试音2002的电池保护开关管 这是一个双NMOS开关管 跟锂电池保护芯片 它两者组成电池保护电路 用于内置锂电池的过冲过放及过流保护 这一个则是检测电池温度的一个NTC热明电阻 升降压电路的输入端 采用的是5颗贴片式MLCC电容进行输入滤波 升降压电路一颗四应3R3 3.3VN的合金电感 一颗R005的贴面电阻 用于升降压电路的电流采样 升降压电路升降压控制器芯片 四应型号SC8905 前面标准版用的是SC8910 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厂家的话来自2015年成立 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 上海蓝星科技 这是一颗双向同步 升降压转换器 内部集成的四颗低导组的MOS管 芯片支持超宽的2.7V-22V的电压输入 可以有效管理2节到4节电池的充电 当系统需要从电池获取能量时 可以实现反向放电功能 升降压电路的输出电流滤波 也是采用的贴片式MLCC 一共用了5颗来进行滤波 这个探索版电能块的USB协议芯片 四应型号3AF10 这个跟标准版用的是一样的 来自成立于2003年一家级感知计算控制 连接于一体的全信号链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深圳新海科技 这是一颗支持USB Type-C和PD3.0协议的USB-C控制器 内嵌8位MCU支持QC4 华为SCP、FCB、三星、AFC等等多种快充协议 可应用于移动电源、储能电源、车充、HUB的领域 协议芯片旁边一颗四应CPW6003的保护芯片 也是配合协议芯片使用的 它的厂家也是来自深圳新海科技 用于两个充电口的两颗输出VBUS开关管 它们的四应型号都是PE15D11 来自成立于2009年一家以自主研发代理销售 集成电路为主的企业深圳西元特科技 这两颗是PMOS开关管 它们的规格是内亚18V内部的导主23号O 位于Type-C口的旁边 这里还有一颗NTC热敏电阻 用于充电口温度检测 这一个是充电宝的功能按键 为一颗贴片式的按键 8颗作为电量指示的LED灯珠 这上面加了一个黑色的塑料 来防止灯光互相的溢色 让电量显示的话相较于标准版 它更加的精确一点 充电宝的电池固定支架上面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半透明的壳体上面 一样的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白色的主壳体上面 一样的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个库代科30瓦探索版的电能块 经过我们拆解下来 内部确实有升级的地方 电芯换成了更好的力神21700 锂电池的保护芯片也换了 外观改成了半透明的壳体 升降压控制芯片也是更换了 电量显示也进行了优化 对于这个前面标准版 大家勾病的问题 工程师都做了改进 这不得不说 裤代科还是做的很不错的 各位老铁们 你们说对不对呢 喜欢我视频 喜欢我的频道的老铁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